而这次桃园亚太听障运动会 有些战火中的国家依旧来参赛 今天的场边人物 我们就一起来认识 来自叶门的桌球选手 米 我来自叶门 我是米 以前2009年的时候 我飞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转机到台湾 两班飞机就可以 因为战争变成要转四班飞机 先从叶门飞到沙鲁地阿拉伯 再飞到约旦留一个晚上 之后转机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过夜 才能飞到台湾 2015年发生战争 要怎样练球呢 我们只能去体育馆 和另一名队友一起练球 以前很好 现在体育馆灯坏了 灯会一直闪很无奈 我们从日出开始练 三个小时就要走了 因为中午过后就会开始打仗 以前本来我们的政府很有钱 因为战争经费变少 只能提供我们两个选手来台湾